市场盛传施政报告将再次放宽物业暗揭,但受疫情再爆发影响,二手市气氛转淡,投资者等不及继续出货,马鞍山天与海业主减榜,减价后以1010万元沽货,即使豪宅市疫录同类个案,鸭利州南区左岸大单位亦减至6800万元逆手, 教银行股价低于五球,美联陈少洪表示,上述为天与海陆B座低层B室,实用面积752方尺,套三房加储物室间隔,望海景,开价1030万元,减价20万元售出,尺价13431元,原业主于同区营海及将军奥日出康城等多告,院都曾持有物业, 但亦已先后卖出,至于该投资者持有的另一伙沙田九龙山实用面积400余方尺单位, 早前曾开价720万元放盘,但卖出上纸后有机会暂时封盘,豪宅投资者都纷纷出货, 香港置业邓慧豪指,南区左岸两座两个双轮单位,由同一业主于2016年购入,原叫价1.35亿元放售, 近日连车位沽出上述实用面积于1900方尺单位,尺价于3.56万元, 而另一实用面积近1800方尺单位,则继续以约7000万元放售,此外,由外籍投资集团持有同区南湾七座一个单位, 实用面积784方尺,向来只作收租支用,近日突然开价1800万元放售, 最终减价至1750万元沽,尺价约22321元。 市况放缓,部分业主砧价级客,香港置业张纵然指, 大角咀型品声语高层A111房户,望远景,实用面积约386方尺, 原先以850万元放盘,以价后减价107万元, 获外区客以约743万元扣入,尺价约19249元。 原业主持货10年,物业升值近一倍。 事实上,近日有市场消息指政府有机会放宽1000万元以上住宅物业帮揭。 来方执行董事及股价及咨询部主管林浩文相信, 如放宽按揭乘数,市场不会出现炒风,因现时经济的情况下, 除非是有固定收入的高收入中产人士, 才可通过银行的要求及白力测试, 但此举有助换楼,同时释放二手供应, 资深投资者五贯楼易指,若果大额物业半揭放宽, 肯定可以推动楼市, 因为现时很多住宅楼价都达1000万元以上价位, 很多买家都因首期不足而未能入市。 他估计同类楼价放盘成交即时增加, 加快楼市楼转速度。 美联报告指, 今年截至本月23日, 成交价于600万至1000万元的二手住宅注册中数有17457宗, 较2019年同期高约51%。 亦较去年全年多约34%。 反映受惠于早前放呼按揭保险乘数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。